好,继续,画图,我们还是进这个process on这个网站 进来之后跟之前一样,还是要来一个类,简单放大一下 来一个类,我们先把这个products给写上吧,先把这个产品给写上 products我们给它加一个属性,叫name的属性 当然这个属性是什么,方法是什么,不是很重要啊 只是我们这做一个例子演示而已,对吧 方法呢,我们给它弄一个inite, void,然后 就这儿写void和不写也是一样的,就是传达的意思不会有误啊 比如说这个inite我什么都不写,和我写一个void是一样的 都是没有什么类合返回类型 然后写个fn1,然后写个fn2,OK 那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类,然后接下来我们 我这怎么没改过来啊 products啊,这就是products,接下来我们拷贝一下 拷贝一下我们加一个creator creator里面呢,属性就没有了啊 它这个网站有点bug啊,大家注意啊,不要被骗了 然后给它一个方法叫create 然后传上一个name 那它返回的是什么呢?它返回的是一个product的一个类型 也就是我们这里面要new一个它的一个类型,对吧 那这样的话我们连起来,加一个 关联的一个关系 这关系我们之前讲过了 那这个地方可以从这儿改成一个直线啊,更好看一些 好,那这就是我们画的这个图啊,我们给它所有过去 然后接下来我们在画头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画布上直接来画 不用再兴起一个,兴起一个挺麻烦的 一个画布,画一个有点浪费,对吧 我们可以画很多个 好,接下来呢,我们把代码给演示一下 好,演示代码呢,我们还是在这个以前的环境中演示就行了 我们把这些呢,给它干掉 当然你可以把这些呢存起来 你存在什么地方,这个没有关系 干掉之后呢,我们我们想一下当时怎么画的啊 我们先画一个product,对吧 然后product里面的constructor constructor,constructor肯定要传一个名字,对吧 要传一个名字过来,然后 list their name for name 然后完事之后有一个innate的一个函数 然后我们也可以alertinnate 然后呢,还有个fn1,2到2次 fn1,fn2,2到2次,fn2 好,这是product,对吧 我们在当时画出的时候呢,还画了一个creator啊 creator我们属性就没有了 所以说我们的过程函数也没有 我们直接写个create return new product return new product 就是生成一个这个类的一个实例,对吧 我们把这个name给传进去 好,接下来简单做一个测试 就是我们可以先生成一个工厂 然后new creator 然后再通过工厂呢 生成一个product的一个实例,对吧 creator叫create p 然后p.inate p.fn1 我们就执行这两个测试一下啊 这个代码其实很简单 结果呢 大家应该也没有什么意义啊 大家看 我一保存就直接运行了啊 打出来fn1 inate怎么没执行呢 刷新一下 执行inate fn1 ok 代码执行没有问题 代码执行没有问题 那大家跟他写一遍 或者说看到你如果是感觉比较简单的 你看一遍不写也可以啊 我们这个creator就是一个工厂 对吧 它里面有个creator函数 然后我们工厂通过creator函数来创建这个product 这样的话呢 其实就是我们在 你看咱们看测试代码 这里面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当做一个内部的一个子模块 然后这个子模块呢 要给web的人来用 这个web的人来用呢 其实要执行的就是这么几句代码 这样的话我们通过creator呢 其实就是已经把这个真正的购道函数呢 给它封装起来的 就是我们在web用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知道.creator能生成一个实例就行了 我们根本没有必要知道 这个就是这个的购道函数到底是谁 是不是 好我们回到PPT啊 我们简单看一下场景啊 场景呢 我们这先列一下 第一个是requare里面 第二个是呢 react.creator element 第三个是boe不俗进 这是我列的几个场景 这些场景都是特别特别熟悉 特别特别重要的 对吧 我们先来看啊 gequare里边 比如说这个dollar div和这个newdollardiv有什么区别 当然这个newdollardiv肯定是 报错的啊 就是gequare没有提供这么用 但是我们通过之前的演示 之前代码演示 就是这种形式是一个工厂的一个模式 对吧 然后这个呢就是说 他没有工厂 你自己去生成这个 自己给你的购道函数去生成一个实例 对吧 其实你在之前用gequare的时候 可能不会注意到 这个是个工厂 但是你会注意到什么 但是你会注意到 这样使用特别方便 对吧 如果无故给你一个new的话 你可能觉得很麻烦 第一个呢就是数据麻烦 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 这是工厂的形式 对吧 然后变成这种 自己生成实例的形式 会很麻烦 而且呢gequare的连续操作 我们这就不说了啊 gequare的基本的功能 连续操作 如果是你要是这么用的话 那基本上就不可以用了 对吧 第二个就是一旦这个 过渡函数的名字发生变化 这是过渡函数的名字 一旦过渡函数的名字 发生变化 将是灾难性的 就是我们刚才 大家也是说过 我们通过一个工厂 把那个真正的过渡函数 和使用者进行隔离开 对吧 也就是说 让创建对象的时候 让创建实例的时候 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入口 不是说 像这种 我们把它所有的过渡函数 都开放给所有的人 来让他自己去生成 这样的话 我们就 如果是这种方式 就是完全开放 给别人去生成的话 这样的会就导致 你的开放的东西太多了 你没有封装好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那你就是把该封装的东西 封装起来了 你只是开放给用户一个 create的一个函数 对吧 一个创建的函数而已 所以说如果有改动 当然是前一种方式更好 但是我们说了半天 这种方式是工厂模式 它到底怎么就是工厂模式了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代码呢 我们之前就已经写过了 所以说我们就不再写了 我们就简单的看一下 之前什么时候写过 之前在演示那个 面向对象的实验应用的时候 我们写过 大家可以翻出之前写的代码来 或者说翻出之前的视频 或者说你根据这个 先暂停 根据这个呢 先写一遍 当时讲的是 class require 这是一个那个 构造函数 对吧 里面呢有各种属性 然后呢有各种API的方法 大家看一下最后这三行 这个dollar for all 成了这个function 然后传入selector 然后return new 这个形式 是不是跟我们刚才演示的 那个creator和products的方式 完全完全一样 对不对 大家看这种情况下 这个dollar 就变成了一个函数 对吧 这个函数里面呢 就返回了这个require的一个实力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就是说 这个函数就是一个工厂 而这个工厂呢 就封装了这个 返回实力的这个操作 比如说把这个new 给封装起来了 这个方式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它是工厂模式 而这种呢 就是不是工厂模式 好说到这儿呢 我们就插两句ty话 就是我们聊一聊阅读经典 这个类部就是酷的意思 就阅读经典酷的圆满的意义 以及聊一聊创新的主意 就是这几分钟的时间 就代替代码演示吧 就是代码也不演示了 我给大家补充点 其他的一些内容 关于这块的圆满 或者说关于经典 其他的经典空间的圆满 读的意义是什么 大家想一想 我这总结了四点 第一点是 就是学习如何实现功能 对吧 这块有很多功能 我们用的很方便 但是如何实现 我们可以学习一下 第二点是 学习它的设计思路 就是它实现了 这么复杂的一个功能体 它到底是怎么设计的 对吧 我们就学习一下 然后呢 强制自己写代码 是模拟 这一点呢 我们之前也说过了 科技训练 最后呢 是自己写出医学的代码 我觉得第二点特别重要 就是学习它如何去设计 第一点是一个基本的要求 就是你学习它如何实现功能 这是一个特别基本的要求 但是呢 你能学习它如何去设计 这就是一个更上一层次的一个目标 对吧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 这块的一个工厂模式 你如果是只知道它是怎么实现功能的 那你没有上升到一个设计的一个层次 那你可能是不会关注 它的工厂模式的 对吧 另外聊聊这个创新拿来主意 就是 就是我们之所以去阅读这个经验原码 说实话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对吧 就是模仿他们做的东西 然后你需要创新码 其实到现在为止 这个计算机编程也好 包括甚至前端发展这几年 你根本不需要去创新 以前的东西拿来用就行了 但是以前的东西 你得看会的才能拿来用 对吧 所以说你得多看多读书 多看教程 多看博课 多自己总结 多看一些圆码才能行 所以说不要想着自己去搞什么创新 你如果天天这么想的话 你想一万四 可能就只能成功一次 我只能这么说 但你如果拿来主意的话 你这个自己的成长是会非常快的 而且是非常高效 好第二点我们说一下这个create element react我就不再往深了说了 就是我们不再去专门拿一个react的例子来代码演示了 我们就直接说 就直接说如果是对react不熟的同学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文档 我们说的都是一些最基本的 你一看文档就会 大家看见这个截图 它是一个gsx的语法 这是react里面写模版最简单的语法 当然我们不是讲gsx 这个gsx的语法呢 它其实是个语法堂 它编译完之后呢 大家看div image h3 就是说div里面有个image 一个图片 对吧 有个h3 h3 然后里面有个变量 然后这个image呢 有一些属性 它编译完之后呢 它是这样react.create element 然后创建一个div 对吧 里面包含了什么呢 包含了image和h3 里面这个h3呢 也是通过react.create element的创建的 对吧 也是通过这个创建的 然后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讲的是工厂模式 对不对 我想说的是react.create element 它就是一个工厂模式 就是说我们传入了image 传入了h3 传入了属性 我们传入了 反正你不用管传什么吧 反正传入了很多东西 它最终创建的是一个实例 是什么的实例呢 我们不知道啊 对啊 我们不知道 这就是工厂模式嘛 我们不知道 就是它是一个工厂函数 它创建的这个实例 它的过程函数 你是不知道的 对吧 你除非干嘛呢 你除非看原码 我们就这就简单列一下 比如说这个create element 这个函数 它创建的其实是个什么 其实是一个vnode的一个实例 就是一个虚拟DOM的一个节点 是vnode的一个实例 大家看一下 这是它的一个圆满的一个简化的演示 就是我们先有一个vnode 这个是我们 我们是不知道的 对吧 然后呢 在create element里面呢 我们去生成一个new一个vnode 当然这个new之前 我们可能还需要做很多的一些验证啊 一些操作啊 这一些 但是最终还是new出来了 对吧 大家想一下 如果是我们外面不是用这个create element 来封装这个new操作 而是我们把这个new vnode 这个操作直接抛给外面来做 会导致什么问题 首先来说 我们在new vnode之前做一系列操作 那如果是抛出去之后 那这些操作都需要用户来做 这样肯定显然是不合理的 对吧 另外是 我们如果外面使用create element 作为一个统一的收口 然后我们不需要这些过程函数 我们用起来特别特别简单 我们也不用关心它的过程函数有什么变化 它是什么过程函数 我们就不管 所以说这个是个工厂模式 没有当演示 我们这讲的是工厂模式 我们就讲明白 它哪是工厂模式就行了 我觉得最后这个研头就能讲明白 react这个应用 它是一个框架式的应用 我们不可能说短时间就能演示出来 而且我们这摄影到已经摄影到圆码层面了 我们演示的时候 也不可能说我们把圆码再按著分析一遍 那这样的话 基本上可以再出另外一个教程了 另外就是在大家注意 我们这讲什么你就针对什么 我们讲设计模式 你就针对设计模式 我们讲工厂模式 你就针对工厂模式 不要过分究绝于细节 不要分岔 另外又是VoE的一部组件 其实差不多 就是大家看一下 这个VoE.component里面 它是一个promise 但是呢 它最终返回的 也是这个VoE的一个组件 这个VoE一部组件呢 可能不同场景下 用的情况不一样 它是针对这个 一部拉取创建组件的一种形式 但是呢 我们也是说 想着react举一个VoE react举一个例子 VoE举一个例子 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个拿过来了 至于的细节呢 大家其实完全不用太多的关注 好 最后我们验证一下 设计原则验证 就是我们之前讲过设计原则 我们讲过五个设计原则 我们这儿讲了设计模式 设计模式肯定 我们之前也说过 要从设计到模式 我们肯定是要 来拿设计原则来验证的 让我们看一下 过得还说创建者分离 然后它符合这个开放封闭原则 就是说 我们所说的开放封闭原则 大部分都是基于什么呢 都是基于这种分离的情况 就是 你把一个一个的分开 才能做到这种开放封闭原则 如果是你什么都混在一块了 那你就做不到开放封闭原则 所以说工厂模式 就是在于 过得函数和那个创建者 也就是工厂 来进行分离 还有一点就是 通过工厂方法 把过得函数和用户之间进行隔离 就让它们不产生无关关系 这样的话 它就符合设计原则 好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介绍实例 这个我们就不再说了 然后UOMAR类图和演示 这儿我们一开始是拿了一个ZARA的一个类图 对吧 后来是我们自己 通过前端的一些场景 来单独化的一个类图 然后对了代码演示 然后呢 尽量使用场景 大家想一下有哪些 刚讲完 Depair的对吧 还有rex的 还有voe的 没想到 唷 字幕志愿 我自己会 试不信 揍